當建制派保皇黨把持住行管會 就做了一些很荒謬的裁決 在未正式審訊 聆聽我們被指控的議員本身 就作出了一個這麼強烈的反應 又說要譴責又要警告 這個是絕對不合理的 大家記住 梁君彥今天是怎麼說呢 他就說如果再有保安是受傷 就不排除是會報警處理 他甚至乎行管會要去譴責議員 還不止是要保留的權力 是要報警 要引入警力 是要對付立法會議員 對付民意的代表 而這個事情我會預計 在未來日子裡面是會發生 當時為什麼我要出位呢 就是因為葉劉淑儀主席 是無理去驅逐譚文豪 譚文豪當時呢 是只不過在不斷喊規程問題 而葉劉淑儀是不理 反而有時建制派議員 喊一句意見問題 他又被人發現 這個是完全是雙重標準的 開始 開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